各位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来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林丽 来自湖南恒阳 哎呦 恒阳妹子 我是来自吉林的 又是一南北配 来 我们又请工作人员 上沙发吧 你们俩啥关系啊 夫妻关系 夫妻就夫妻吧 还又腻尾在一起了 来撒狗了呀 那你们俩咋认识的呀 我们以前在歌舞团 一个大家庭里面认识的 你们的剧团 都是像你们俩这样的 修正人情吧 有12个 那你怎么就挑上他了呢 因为他长得帅 帅吗 我觉得挺帅的 行 那你看着他啥呢 他有好多东西 让我感动的 你说来听 有哪些让你感动的 很贤惠啊 没事呢 就是照顾我呗 男的 我就不会洗衣服嘛 他就帮我洗一洗 我也心疼的 不想让他洗 他非得偷偷摸摸地给我洗 一点一点的 就是有点感情了嘛 谁追的谁呀 呦 呦 呦 这是干什么 这个吗 不过意子 别的都说男追女 我们家的是女追男 那女追男怎么追啊 除了给他洗臭袜子之外 就是以前他看不上我 在歌舞台里面 他还看不上你 他以前演光高 看不上我 有时候他做什么事 我都引起他注意 你咋引起他注意呢 拿个比方 他哪里看得不顺眼 我就故意找他查呀 叫他看上我啊 你看有那么漂亮的女生 喜欢你咋还看不上我 就作应不意的 你一开始眼光有多高啊 想找范冰冰啊 不不高 不高啊 不高啊 不太高啊 但是也就是说 一开始你没看上他 对 追了多久啊 追了差不多一年多吧 这么长啊 一年才拿下 因为你追男有点难度呢 因为北方的男人 跟南方的男人不一样 那你这说 我都要较较真了 我就是南方男人 我们南方男人 跟北方男人有啥不一样啊 南方男人就要好搞一点是吧 南方男人太 北方男人太降 太降 太拒 太男子举异 那南方男人 南方男人心疼男人 心疼女人 心疼女人啊 对女人特别细心 是吧 我们善解人意啊 那一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确定了关系呢 肯定是那一年 他有一点点小病吧 得了胃病的时候 没人照顾他 他喜欢的女孩子 人家也看不上他 没人照顾他 我去照顾他 帮他 他有喜欢的呀 最后还是让我追到了 哎 你有喜欢的 也是团里的 别人看不上你啊 为什么呢 不知道 眼光太高了呗 最后他得病了 那你这意思 他不得胃病 你还追不上他是吧 他胃病是不是你弄出来的 不是我弄出来的 别人给弄出来的 哦 他为别人得了胃病 然后你治好了他的胃病 他去看定我照顾他 细心照顾他 给他端茶 送水啊 有时候给他送饭呀 给他吃 所以他感动了 慢慢地喜欢上我了 听上去像病人爱上了护工啊 你求爱了是吧 嗯 你咋说的呀 我说你喜不喜欢我啊 你看我人也可以 长得也漂亮 我说你看不看得上我 我刚开始他犹豫了几年 然后他想了想了 他说你给我一天的时间考虑吧 一天的时间 嗯 一天之后呢 一天之后我再问他 我说你考虑咋样了 嗯 他说行 可以 不是你这像 好像领导批事一样 啊 哎 你不觉得这么低声 下去去求一个男人 做自己男朋友 嗯 有点没面子 谁叫我喜欢呢 这其实是一个生活哲理 你爱了你就要付出 付出就甭后悔 但是现在有很多女孩子 做不到这一点 又爱别人 又说不出口 然后表白了吧 人家拒绝了 还恨别人 那都是你自己选择的嘛 对吧 无论如何都自己承担嘛 是的 这选择了就是一种责任吧 谁叫我选择了 我就要无怨无悔地付出 这是我自己的幸福 谈了多久接的婚 谈了两年 拿下一年 谈了两年 一共三年 嗯 呦 你真不容易 嗯 你们俩结婚家里同意吧 不同意 因为两个人隔得太远了吧 他是北方的 我是南方的 还有一个每个家庭的父母啊 就像我们这种残缺的 残疾的 他也想找一个稍微健全的 所以我爸妈肯定更希望我会幸福一点 能有人照顾我 能找一个能照顾我一生一世的 不让我吃苦的 你爹妈是同意的 先都也不同意 也不同意 也是因为远 不是因为远 这是说希望那个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找个 高一点的 嗯 给下一代留一个好基因 另外一个还能照顾一下的 是这一个 怎么排除万能在一起的呢 刚开始我把他带到我家去 我就以同事的方式 我说他是跟我们在一起做事的 我说带着我们家来玩一下 试探一下 试探 想恢复恢复 不可脸熟嘛 就先交练交练下感情 我怕要出来的时候了 我就跟我爸妈说 我说我喜欢他 我们两个想在一起 怎么能在一起 你们两个都是这样的 以后生小孩咋办呀 还有太远了呀 我爸爸极力反对 跟我妈妈特别不同意 最后我跟章鱼也说了 章鱼说了他说 这个不用管 你交给我吧 我来搞定 反正只要我喜欢你就可以 他最后跟我爸妈打好关系 从我们乡下到这里面 去买酒给我爸妈 买营养品给我妈吃 买酒给我爸 就我爸肯定感动的 那个就是 他对他们的那份孝心吧 妈妈也接受了同意了